丰严雅旭公元2024年6月7日 艺术的旋律第一讲 人物 敬物 天地间 教材艺术家郭湘梅老师主讲 郭朱梅教授引言介绍 郭教授请开讲 好的 大家好 我今天在做这个讲座的地点 其实是在日本 所以我应该跟亚洲的朋友们说 大家早上好 那在加州或是在美国的朋友们 你们大概就是要吃饭的时间了 那我是郭朱梅 今天的题目是我的三姐郭湘梅 她的英文名字是Call me chain 那么我今天选的题目是 静谧时空的荣光 我这个姐姐她的工作 或是她做事情的时候 她喜欢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 不受干扰 她认为她这样才能够自己 不受干扰 心情不紧张地完成 所以我今天就选择这个题目 跟大家分享 好的 那么这张是她的画作 是1996的一张画作 这是她在离开美国以后 多年再回去台湾的时候 画的一张画 等一下她会介绍她自己的画作 我只是以做妹妹的身份 了解郭湘梅为什么会画 为什么这样画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作品 我就讲几个故事跟大家分享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要点是 作为一个艺术家孩子 她是有天分的 她独天独厚 所以才能够选择绘画 当她自己喜欢做的工作 可是要成为一个专业的画家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完成的 因为你要为了生活 你生活上所需要的 这个所谓的面包 或是你的家庭 这个都不是让每一个 想要成为专业画家 能够完成的一个意愿 所以她是有做专业画家的条件 待会我再跟大家分享 OK 好 在这两个好的条件之下 她自己又营造着她的时空 就是她做事情的时候 她是非常专注 很喜欢安静的环境 好 那么现在依依说 第一个是艺术家的孩子 我想有些人已经知道了 这位帅哥是我的爸爸 OK 郭雪佛 因为郭雪佛的讲座 大概也有很多次了 所以我今天就不太详细的介绍 郭雪佛 他是在19岁的时候就成名 然后他是想了松瘦 到104岁的时候 他才离开人间 那么他一生 最主要就是绘画 所以可以说一生 他是沉浸于绘画的世界 那么他出生的这个年代 1908年 还有什么对他 或是有什么相关重要的呢 我想要介绍一个就是王国伟 那我想大家已经都知道 他有一本书 人间词画 是非常有名的 他在这个人间词画中 他有一个核心的思想 就是说所有的艺术作品 应该有一个境界 所以是境界说 这本书他是在1908年的时候开始写 到1910年的时候完成 那么下一个就是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是我爸爸的经典画之一 就是圆山附近 这个是在第二届台展 他是得到这个特选的赏 是1928年 就等于他是20岁的时候 他画成这张画 那他画成这张画的时候 有一位诗人 这位诗人是魏清德 这是我们台湾新族人 他的出生的年代是1887到1964 最近我们台大台文所的前所长 黄美尔教授 就是为了他在整理他的这个诗的全集 结果他有一首诗 就是我爸爸画了这张画以后 他有诗题还说 郑国雪佛 是非常有名的 他写了这个小诗 就是对我爸爸这张画 他做的那时候的一个小小的评论 就是魏清德先生写的 那么同时在这个年代 我们还有一个中国的作家鲁迅 他在1927年 就是这张画1928年 展出 可是鲁迅在1927年有一本书是 纳罕这个也是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 好 那另外就是这张这个南接音阵 南接音阵是完成在1930年 那这张画的特色是什么呢 我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台湾历史比较悠久的 一个安华的地区做生意 有南北或大家在这里做生意的地方 然后这个建筑 我爸爸画的 以前画的是风景 可是这张画他就改变 是画这个建筑是住的地方 人民住的地方的房子 那他这个房子的颜色 还有他这个画风 都是有这个巴洛克式建筑洋楼的 那个时候其实大道城只有两层楼 可是我父亲作为一个这个画家的创作想法 他自己加了有一层 加了三层楼 其实这个三层楼是他自己的想象加上去的 然后这里头我想现在去大道城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城隍庙 有个城隍庙 那么大家的习俗就好像很喜欢这个算命 也有这个心功卦去表示 这是我们人民的信 大家都比较喜欢迷信去算命 这个生活的形态 然后另外就是特别注重的是 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商店 然后也有很多很多的招牌 其实这些商店 这些招牌 我父亲是利用他自己去图书馆 研究做出来的一些这些商店 还有招牌 有的是真的 有是他自己想象 自己在图书馆中得到的资讯 画出来的 然后当然最重要是 我们是中元节大卖出 这张画是不应该看不到 就是在有节庆的时候 最近大概是台湾住在这边的 台湾的朋友们 就说端午节快到了 就一天每天都在吃粽子 所以这个节庆 节气对我们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张画主要就是画的 这个台湾先发展的一个地方 还有大道成 大道成 然后把这个台湾这个人民的生活 他们的空间的摆态就全部画出来 那当然有的是石井 有的是他想象的互相参合的 这个是我父亲 就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了 可是他因为他后来是移居日本 还有美国 可是他在外地 他所想的其实是他的故乡 他的家乡 那因为他的画的方法是 他会把他看的东西用素描先画下来 然后后来他慢慢慢慢 依照自己的想象在完成画 所以是他笔下的赤坎楼 这个赤坎楼台南的府城 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他写生很重要的地方 那另一方面他就是自己在想象 就是他以前住过的地方是什么样子 这样子 好 那下来我就介绍我母亲了 我上次讲完父亲以后 很多人都说 我也很想知道你的母亲 那么我母亲也是19岁的时候 有一张画 黄甲花 她画的 当时候这张画并不成名 只是她完成了这首画 然后她也是跟我父亲一样 两个人 她活到105岁 才闭上眼睛 好 这张画是她在念完第三高女以后 进入这个女子高等学院 就等于我们现在community college吧 他们就进了这个学校 然后在这个学校的时候 她有三位很好很好的朋友 都是对绘画有兴趣的 绘画有兴趣的 这位朋友其实后来她也是在日本过世的 然后他们在作画的这是我母亲 我想让她这个照片不是很清楚 我母亲的画是特别大 其他人就是没有那么大 他们这个画并不是自己的意愿 而是老师的安排 老师依照你的能力 依照你的天分 老师可能跟你说 你画这个尺寸 你画这个尺寸 这是因为我母亲特别 对这个绘画她有兴趣 而且其实我母亲 她是做什么 像什么 然后她不怕学习 她不怕学习 当然他们那时候的课程很好 他们就日本时代的教育吗 就希望教育你成为一个 前妻良母 所以她也会做衣服 然后做饭以行 我常常觉得很奇怪 我妈是19岁就嫁到我 嫁到我爸爸的家庭 她在家里从来没有学过做菜 可是她为什么会做菜做得这么好呢 其实她也有经过努力很苦的 她跟我讲 她说她嫁来的时候 她连斩龟就斩鸡 因为都是一只鸡 都不会 可是她怕她的婆婆知道 她不会斩鸡 所以她要把这只鸡 放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头去练习 怎么这个单归 我们台湾话是这么说 是怎么斩鸡这样子 所以她烹饪也行 做衣服也可以 然后她又很喜欢运动 很喜欢运动 这个大概我们多半的孩子 除了我二姐 还有我弟弟之外 我们好像比较没有遗传到 这个运动的神经 所以她体育其实是很好的 可是最重要是她的绘画 她的绘画 那刚刚已经说了 对老师就每次都让她画 很大的一张画 这是她画的一张 就是南国 这张画是在1933年 1933年 她结婚之前 在学校的时候画的 她也告诉我一个 很温馨的故事 她可能那时候 已经认识我爸爸 她说她本来想要画两只鸟 可是老师说 不行 你还是单身 你就画一只吧 第一 我是觉得这个老师怎么让学生 没有这个创作的这个想象力 不过那时候 当然就要听老师的话 他就乖乖的则画了一只鸟 一只鸟 不是两只鸟 然后他另外画的一张画是黄甲花 黄甲花在师大 好像还有这棵树 我有一次在师大的时候 看了这个黄甲花 这个黄甲花 它是入选第八回台展 那么他的绘画的才华 是得到他的老师 那时候是日本老师 香园古筒的赏识 所以一直到香园老师 在应该是1965年 其实就是我妈妈把我带去日本的那一年之前 香园老师过去了 因为妈妈很想让香园老师看 就是说他生了几个孩子 然后就说这个师生资源 一直延续到1900年代 那这是他1935年的时候 我母亲其实那时候很想去日本留学 可是因为认识爸爸吧 还有多种原因 他就放弃了这个留学的意愿 跟我父亲结婚 跟我父亲结婚 那么他一生就是这样跟我爸爸 过了一生守住相望的 过了这个钻石婚 钻石婚好像是70以上的人 如果结婚70年的话 就是钻石婚 他们是比这个钻石婚还过了好几年的 这个一对家人吧 他们这个是一直到他们104105 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母亲已经是98岁的高龄 她在我们市立美术馆办的一个台湾现代当代女性艺术五部曲的时候 她有两张画就被选上了 就是刚刚我介绍的这个南国 所以这个是在画展的时候 我拍下来的一张照片 然后另外一张画就是这个画人物 其实这个是我跟我弟弟 是我跟我弟弟 那么元宵节 我们拿着元宵让他画的 其实那时候我们都是还没有进小学 大概是幼稚园的时候 他就又开始对绘画有兴趣 所以他去跟陈静老师学了画人物 不再画风景 他是画人物 那这张画呢 我常说这是三创者 这两个还是他创造的 这衣服刚刚说的 他喜欢也会做这个裁缝 也是衣服是他做的衣服 然后当然这张画是他画的 OK 好 那这个是我们带他去参加 他98岁了 98岁 这是郭湘敏老师 这是我 还有我弟弟 这是我老我先生 我们带着他去参加这个画展 然后这里还有一张画 其实也是我 是我在这个庭院里头画的画 所以我虽然不画 我人也没有在这个台湾 不过我的图像在我们的故乡涌垂下来了 因为这是势力美术馆典藏的 那么那一天我三姐跟我就是从旧金山把他带回去台湾 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感人的故事 我想跟大家分享 那时候附近已经走了 可是我母亲有个习惯 会去在他的画像前 他的照片之前跟他说话 那他在说话的时候 我当然我知道的话 我当然不靠近让我妈妈跟我爸爸 他们两个一个对话 那天早上他说的话是这样 我可以用台湾话说 他说 爸爸 他怕你他们就是三姐跟四姐 说要带我去台湾 OK 这样你就快来 我们在那边台湾手机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三姐跟四姐带我回去台湾 那我希望你也到台湾来见面 那时候他已经98岁 当然不是说诗字 还是有意思的 还是有意思的 可是他话不多了 他讲完这句话以后 然后一路在台湾 我的感觉是这样 那时候已经98岁了 他的想法 他是凝固猜在他的记忆里头 是他80年间 在这个绘画世界 和父亲认识的青春 他是在怀念他的青春吗 我不知道 我没有问他 就是我问他 他也不会说 不过人就是这样 在岁月之中 他们渐渐的老去 可是他们两个人 在绘画上的 留下的人类非物质无名的 他们留下来了 给这个后世 他们两个人的画作 都有留下来 OK 讲完爸爸妈妈 当然就要讲我们的主角了 这是我的三姐 我的三姐 OK 那么从这张照片来说 我想大家可以看 这是我的大姐 郭真祥 这是我的大哥 郭松芬 爸爸妈妈 OK 然后这是二姐 郭惠美 郭惠美 然后这是三姐 这是她 这是她 然后这个是 很可怜的一个小妹妹 这是我 还有我的弟弟 我的弟弟 从这个照片上看来 大家的感觉是什么 大家的感觉是什么 我是认为这样子 我的 这个位三姐 其实她很幸运 她是得到父亲基因 最多的孩子 我们小时候啊 长得漂亮的 当然就是像爸爸 长得可爱的是像妈妈 所以她从小就是被我的妈妈的朋友们 妈妈朋友都叫三姐 来家里的时候 总是一句话不会不说的 三姐这么漂亮 三姐这么漂亮 所以我是认为她是得到父亲基因这个研制 所谓的研制最多的 那他们两个生活习惯性格 其实也都跟爸爸很像 很爸爸很像 那当然教育方面 因为我妈妈放弃了留学日本 所以我妈妈对教育 对每一个孩子 她都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所以我们在妈妈 爸爸的培育之下 有这样她从小 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家庭 然后我三姐自己就是喜欢绘画 喜欢绘画 我记得我在中学用的书 大概就是我二姐用过 三姐用过的那些教科书 历史书 地理书 都是破破烂烂的 那我也不知道说我不喜欢 我不要用这个旧的书 可是我三姐会去把这个封面 再用一张白的纸 然后写上这个教科书的名字 她用她的字 我是认为她写得非常非常好 然后她做人呢 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健身的人 她简直没有办法想象 有一个人会把这个东西 掉在飞机上呢 或是车子里头 因为她要上车之前 或是上飞机之前 她都非常非常 她做事情是非常小心的 然后对人是敬畏的 这个我想我们孩子 都有一个这样的倾向 就是有一点比较害怕敬畏 因为我们比较害羞吧 然后到外面来 都有一种敬畏别人的一种心态 可是最重要的是 她的勤勉的精神 她真的是吱吱哭 勤勤恳恳地做一件事情 所以总的来说 我认为她是一个意气风发 非常非常有这个精神 非常精神非常繁华的一个人 然后她有目标 要做什么事情 对她来说 不是不容易的事情 我二姐跟我 我们两个人就比较犹豫 好像要买东西 就说这个好呢 还是那个好 我们总是去问她 她会替我们做决定 她说就是这个好 你这个颜色还是好 所以她是一个目标 非常非常明确的人 然后不会想东想西 她就非常非常的专注 心无旁骛 所以我想她一直到现在 她这个年纪 她有这么多的作品 这个跟她的性格 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台湾话 还有一句话就是 第四女子吃命 这里我说了一个 这个是现在我们这个读音 用这样 那其实我们台湾话 本来的写 应该好像是这样子写 才对 就是第三女儿 第三男子 吃命 就是她的命 是比较好的 命是比较好 所以这句话 其实常常在我的阿嬷 我阿嬷 还有姑妈 他们这个饶一辈的人 总是这么说 说第三个女儿 命好 好吧 那我现在讲完 她的这个家庭 完了以后 我再讲 她是怎么样 自己组成一个家庭的 这是我的姐夫 我的姐夫 成坤地 成坤地 她在学习上 是这么成功 她是建国中学 保送成大定基系 完了以后 马上留学 这个时候是 留学是1963跟64 到了1960 是她人生的一个 非常非常幸福的 转折点 就是她跟这位 漂亮的三姐结婚了 多可爱的一个新娘子 OK 这是他们在 Pittsberg 1969年结婚的 结婚以后 她马上有这个工作 进入这个西乌 在Pittsberg的 西乌公司工作 然后1981年的时候 西乌公司 大概工作了十几年 西乌公司 派她去台湾 协助这个台电 台电那时候 要建立核电厂 所以她就有一个 外派经理的身份 回到台湾 去到台湾 所以她作为外派经理 当然她有自己的 这个知识 这个去做一个 外派经理的 总经理 她是General Manager OK 那General Manager 当然是有很好的 优候待遇 OK 可是对我姐姐 话有帮助的 就是这两个 R&R 他们每一年 都会有两次 一个小的 一个大的 就是可以去 预遇待遇 因为外派经理 工作辛苦啊 所以让他们去Rest 还有Recreation 去Relax一下 这个在军事上啊 或是在 这种跨国公司 都会有这样 特别的待遇 所以他们就 有很多机会 到处去礼物 OK 那现在告诉我 你们大概 去了什么地方 OK 当然知道 这是小旅 去香港 OK 完了以后 去欧洲 去非洲 每一周都去过 每一周都去过 那我很有 幸运的 在这个 他们这个小小 去香港的时候 我跟着他们在一起 你看他的这个小儿子 还是小学一年级 我记得是 这个应该是1981年 因为我刚好 有机会 这个 去到台湾的东海 还有师大 当课做 所以我在三姐的家里 做了一个学期 这个学期 我跟他们的互动 我跟我姐夫的互动 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样 把这个家庭 做成这么好 然后当然就是 我姐姐的画画 为什么会有 这样多的画作 就是他们一起去 意大利 或是去欧洲玩的 孩子也渐进 都长大了 每一张照片 现在看起来 就可以看到他们成长 成长的历程 然后 作为一个人妻 然后我姐夫 作为一个人夫 他们是怎么样的家庭呢 我是认为 他们真的是 两个人是彼此互相帮助 不是每一个人的背后 都有一个人在协助他们 我姐姐当然是做一个 贤其良母不说 而且她很体谅 我姐夫在工作上的 样力 所以她在养孩子的时候 有一个现象 我看到的就是 她会让孩子在家里玩 玩这个玩具 可是我姐夫下班回来的时候 她有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 这个原则 就是要孩子们 把所有的玩具 都要收拾好 让先生回来的时候 不但可以享受 她的家药 她做的饭菜 而且这个生活的环境 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这是我姐姐 我看到的 那我姐夫呢 作为一个general manager 因为我以前自己 教书的学校 是一个商业的学校 所以我也很想了解 做一个general manager 她的运作 她的生活的 节奏是怎么样的 她虽然在公司 非常非常的忙碌 可是一放假 到家里来 她那个小儿子 这个陈哲丽 那时候还很小 小学才一年纪 她非常非常疼爱 这个小孩 因为这个大的 已经大了 就比较独立了 她坐在沙发上 她有一句话 我也是要用台湾话讲 她说 就是她要抱抱这个小男生 她非常非常 不但享受她这个太太 这个安排家里的 安排的景然有序 然后也对这个孩子 非常非常的疼爱 然后在weekend的时候 在周末的时候 她还会整理房间 把房子 把扫的干干净净 作为外派经理 他们完全是可以 请这个清洁工 可是他们没有 他们自己做 我姐姐自己做饭 这个清扫工作 她先生也会帮助 所以这两个孩子 你看成长得非常 这个长子 陈哲丽 他是在一个这么好的 一个这个风险投资的公司 做这个伙伴 他是当伙伴人 那二子 陈哲明是 这个阿婆 这也是一个大家都很羡慕的公司 他是一个program的manager manager 所以我认为 他是以夫为荣的一个人妻 他做人家的太太 是成功的 是成功的 以子为贵的人母 他当人家的母亲 也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两个孩子都现在正着 说妈 你以后要跟我们住 这个也说 你也要跟我们住 他从而夹在两个孩子之中 非常非常的困难 很不好的选择 所以他的家庭是这样的成功 好 那现在我们再看他的话 他是阔别数十年以后 回到了台湾 OK 他看到这是我们台湾 也有只井 他们去玩 他们希望他就滑下来 然后不是有这个井 他觉得这个 跟这个婚礼 这个婚嫁 非常有这个 以前的这个故乡的情怀 他也就把这些 这个作为体材 画下来 画下来 所以他整个来说 就是他看到 这些场景 是他小时候玩的场景 然后 这些风俗习惯 他就这样子画下来 其实这里我们有一张照片 待会你们看他的作品 可能知道 我们小时候都会去 就是去那个 这一个水塘 然后去看那个金鱼 有一张这样的画 他非常非常的温馨 就是对小时候 我们的回忆 有一个感情 感情 所以他回去台湾 就有很多很多的画作 这个就是 他去了意大利 然后他画出来 画是这一张 他去了澳洲 他好喜欢这个吴伟熊 他画出来的熊子 所以他的 去过的地方 真的是亚洲 欧美 非洲 各地的名声 他跟我讲说 亚洲就两个地方没去 就是这个北韩 跟这个俄罗斯 没去其他 他每一个地方都去过 他都有画作 然后他看到这个异地的 特别的 这个民族风情的特材 他就觉得很有意思 他自己就很震撼 所以他就画出了一些情景交融 所谓他的作品 有他看到的景物 有他自己的感觉 这样画出来 好 那我这个最后再做一个 结束吧 OK 好 一般的艺术品 都会有三个境界 都会有三个境界 这是王国伟 他用了这个词 有三个词来表达 我们创作的三个境界 第一个就是 昨夜西风 雕 碧树 独上高楼 独 独自一个道高楼 望进天涯路 这个是 在碟电话这个词牌 写的一句话 这个时候是 他考进师大艺术系 艺术系的时候 他跟我讲 他学校里头课程很多 当然有国画 油画 水彩 还有板画 还有这个 钻科 他对国画就特别有兴趣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他是真的在登高完原 他找寻自己的目标 当目标找到了以后 他就比较容易到 有目标的话 就可以下定决心 然后很有信念的往前走 其实第二个境界是什么呢 你进入一个领域的时候 没有这么容易的 你真的要做得好 一定是要花很多的心血 花很多的功夫 然后来把这个作品做得好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 这个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一代健宽 终不会 为一宵的人丑 憔悴 这是其实一个风流才子 所以刘友 他很喜欢写这种诗词 可是这个诗 我们这个一 我们不要把它当成 就是一个男女之间的情 我们可以把它扩大 这个一是一件事情呢 还是对一个国家呢 反正你喜欢的一件事情 你为了去达成这个目标 为了做得好 你当然要左右所牺牲 所以我是认为那时候孩子已经长大了 他就开始在重拾单亲 在开手画 然后他为了这个画画 真的是清清恳恳 吃饭 还有去玩 对他已经都不是重要的 他想 他常常跟我讲 他吃饭是多么的简单 什么事情 什么东西都放到电锅里 一撑就好了 所以他也不怕艰辛 然后渐渐渐渐 他也消瘦了 他的这个身体 是常常我们两个人谈来谈去 就是说 好像好像是鸡少重了 什么的 那我就说 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他说 没有办法 他这个不画画 他会发疯 所以他身体 这个人家 已经都已经消瘦了 他再说不止 再说不止 尼采已经也说过一句话 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 他是为艺术要活 对不对 那他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什么生活的痛苦都没关系 好 最后一个是这样 众旅行 他千百度 木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南山处 这是心气急灾青 与暗写的一句 他就下了这么多功夫 他已经有这么多的历练 那么他这样 回首看来数十年来这样 走来跌宕的 走来不知道要画这个 还是要画什么 还不知道的时候 他忽然到这种年纪 他开朗了 他知道了 他不需要再彷徨了 他这个绘画和音乐 就是他心有赏 就是他最爱的 就是他最爱 这也这就是我刚刚说的是 王国为在人间词画里头的一句话 好 那么活到这样子的年纪 他现在他一直以来就是立尊上游 一定要争取先进 要做得好 要做得比人好 OK 那在静默的这个静谧的时空中 在很安静的环境下 他勤奋不屑 勤奋不屑 OK 那么老了 都趴在那个这个这个这个马巢中 走不动了 可是他的心是还是在千里之外 他的心还是不老的 烈士暮年可是壮心不已 这是曹操在归虽朔 所说的一句话 好 那么这里也有一个我的老师 是我非常敬养的 在台大叫这个慈选的老师 叶湘英老师 他也自己也说过 他说既老啊 我已经老了 可是遗存万里心 这个要想做的事情 还是永远做不完的 还有心要继续做下去 OK 好 这个郭湘敏的画作 OK 这是我的老师 今年七月份 他会一百岁 还在听经 还在教书 还在看书 还在写书 那郭湘敏呢 他是生命在创造艺术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说 他的人生来说 我觉得实在是 真的是可以心里觉得很安 然后觉得有成就感 非常有成就感 好 用一个东西来表示 郭湘敏是什么样的一个做事情的态度 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陀螺 干楼 我总觉得他这个干楼啊 是永远永远不停的 一直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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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我讲 他就是要转到他的眼睛 合闭的时候才算停 他是没有一天是这样子懈怠 没有一天是不做事 一定要做事 他说没事情做很难 没事情做非常非常的苦 OK 所以我今天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作品 那他的作品那就等他自己来跟大家分享咯 我就讲到这里 好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也感谢这个枫颜雅虚的邀请 谢谢 感谢郭珠美教授介绍姐姐 以绘画为乐的艺术家 郭湘美老师 那么我们现在就请郭湘美老师 来为我们大家介绍 他的美好画作 湘美艺术家请开讲 谢谢我的妹妹 把我讲得太好了 我都觉得 很不好意思 很暗言了 没有那么好了 因为我们姐妹 情深 虽然她住在日本 可是现在有这个 我们的手机 所以可以每天都通电话 聊聊天 这是我觉得我们很幸福的 现在年纪到这么大了 还可以这样越洋打电话 每天都是 大家都会彼此关心对方 这是我们姐妹的手足之情 谢谢郭教授 郭珠美 谢谢 那我现在先来讲 这个我画的梅材 很多人碰到我的时候 就会问我 我画的梅材是什么 我说是胶材画 几乎90%的人 不太了解 什么是胶材画 胶材画是 前辈画家 林资助教授 在东海大学授课的时候 所命名的 大家都知道 油画是加油 水材是加水 那胶材 就是要加 一定比例的胶和水 所以再叫做胶材 现在我们看上这个图上 那个黄色 像一个笔 那些黄色的就是胶 是动物胶 走下角 这个我拿这个方式给你们看 就是说 这个胶 煮好以后 如果不保温的话 就相反的方向倒 也倒不出来 就像Jerry Jerry就是 我动 所以 每次画的时候 胶 一定要 我都用咖啡符 保持一个温度 让它成液体 不是固体的 那我下面右下角 这个盘子就是 我使用 调色盘 我不能用平常油画的调色盘 也不能用水彩的调色盘 一定要一个颜色 一个盘子 那上面是各式各样的笔 这边左边这个是我的橱柜 所有颜色的橱柜 我大概有六个橱柜 像这样的橱柜 上面是全部白色 看起来是白色 还是不是白色 它有深的白色 浅的白色 灰的白色 各式各样 所以我们画胶彩画的时候 不需要调色 因为它一个细色 就有好几十种 所以我们只要买 不同的深度 就是从深到浅 同样一个黄色 从深黄到浅黄 它就有好几十种 所以我买的时候 就会每个系列都买 而且每个系列 从深到浅都会买 因为你画画的时候 不晓得 每张画到底要用深的颜色 还是浅的颜色 所以我中间这张 就是表示这个 我这个已经成液体的 用饰管去煮嘛 煮完以后变成液体了 我才能够参合着这些 矿物质的颜料 这些都是泡的啦 就是从矿物质去磨碎成 不同粗粒的粉状 所以我们画的时候 就是用勺子 挖一点点颜料 放在盘子里头 加胶和水混合起来 这样做成的颜料 涂在画布或者绢上 所以过程非常非常的麻烦 从裱画一张纸 放在纸板上 就要用降服把它裱起来 裱好以后呢 还要等干 在美国很容易干 因为美国的气候很干燥 很容易干 那如果在台湾的时候 尤其冬天晒衣服都不干 我都会用那个吹头发的吹风机 来吹一吹 否则太难等了 而且每一次上颜色 也是在美国很容易 在台湾就是也要用吹风机 这样子吹一吹才容易干 因为每一层都要等完全干了以后 才能上第二层 这是刚刚有说这个盘子 你看看 我好多盘子 因为少一个盘子就不行了 因为我们不需要混合的 那右面这个就是我一瓶 一瓶的那个颜料 胶材画的材质都是非常贵的 而且非常费功夫 你画胶材画一张 大概有画可以画一百张 这是非常费功夫 而且很耗钱的一种美财 这个就是我要跟你们大家解释 我一天的作息 我每天早上起来 就迫不及待的先打开音响 然后去画师看看 今天我画的如何 如果在画画当中 我听到一条曲子 好像是我曾经弹过的曲子 或者我已经画不下去的时候 我就会转身到我的琴环去将这一首曲子弹一弹 弹完以后呢 这种情感就自然会充分的表现在我的绘画上 因为音乐给我灵感 也给我能量 所以弹琴是我最重要的营养品 所以我们现在来听听我弹琴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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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